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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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说《三国演义》是以史实为基础的文学作品 本期书本旅行团将在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小平教授的带领下 继续寻找浪中名人探索在《三国演义》中张飞的传奇人生 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浪中古城内的汉环侯词 我们来到浪中就不得不提位历史名人 我们来到浪中呢 那我们到下个地方去看看 好 由于张飞生性勇猛 现在还很陡 我腿都走酸了 我觉得这道最多一米吧 我看这路有一米到一米五宽吧 准确地说这道道路一米三左右 相当于古代的五尺 所以这道道又叫五尺道 那这就是以前的蜀道吧 真聪明 这道五尺道就是古代蜀道的一部分 蜀道呢 虽然这个表达它也不够准确 蜀道是金流道 米昌道等道路的合称 通过这些蜀道 向北就可以到达汉中 向南就可以到达成都 而浪中刚好就是这些蜀道的咽喉 是重要的物质转运地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浪中作为水路交通要充 是巴蜀的重要门户 因此刘备必须让自己最信任的人 来掌控这个重要关卡 一面拆石往浪中 兼张飞为车记将军 领私利校尉 封西乡侯兼浪周牧 这下你们明白 张飞来浪中的原因了吧 那他是来守陆的吧 我觉得他是来攻城的吧 你们各自说对一半 张飞既要守陆也要攻城 那张飞是怎样攻下浪中城的呢 那我们一起到浪中城去看看 好啊 要想了解三国演义中 张飞攻打浪中的过程 就必须先了解浪中的山势走向 和地形概冒 为此杨老师特地带着书本旅行团 来到了锦平山上的观景平台 一览浪中城的全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巴西郡浪中城 哇 好美啊 你们观察一下浪中城有什么特点 这条嘉陵江跟护神河一样 好像在保护着浪中 不错 浪中城山面环水 四面环山 一守难攻 十分险要 如果你们是张飞 怎么进攻浪中城呢 可以通过桥梁进入城内吗 当时的巴西郡浪中城 并没有桥梁可以通行 张飞是无法通过桥梁 进攻浪中城的 那没有桥 是不是可以坐船啊 双方处于交战状态 敌方的守将把所有的船只 全部烧毁 张飞也无法通过水路 进攻浪中城 那他怎么办呢 南部城飞过去吗 不如我们下去看看 好 三国演绎描写的浪中城 三面环水 四面环山 在没有桥梁和船只的情况下 张飞只得绕远 走山路抵达浪中城 然而当时驻守浪中的守军 闭门不出 任凭张飞派人在城下 叫阵都没用 浪中城池占据天险 很难强攻入城 此时的张飞又该如何破敌呢 哇 好高啊 确实很高哦 这么高的船墙 张飞打得下来吗 是的 船墙很高 守将不少 张飞也无计可施 在张飞一筹魔斩之际 只听手下来报 将军 有人求见 张飞令手下将对方带上膛来 大声问道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 只听对方说道 我来浪中守将 久仰将军英明 特来投奔 这里有一条小路 可以进入浪中城 我在前面为将军引路 我怎么觉得没这么简单 这个人是真的投降吗 这个人并不是真投降 他想转张飞进城 并活作张飞 那张飞岂不是很危险 是的 不过张飞早已拾破对方 并有所准备 率领军队尾随来将 进入浪中 大破敌军 一举拿下了浪中城 张飞好聪明啊 所以张飞不仅武力操群 而且猛略过人 确实 事实上 由于三国演义描写的时代 浪中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 在张飞成功攻下城池 镇守浪中期间 还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斗 而最著名的一次 莫过于与曹营名将张和的战斗 为了了解这次战斗的始末 杨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 走进了汉环侯瓷的西乡房 通过一尊尊铜像来还原三国演义中描写的 当时激烈的战况 这位和张飞打仗的人是谁呢 与张飞交战的是大将张和 张和进攻巴西 想要攻占浪中 而作为巴西太守的张飞 必须打败张和 才能保一方平安 我看这尘土飞扬的 他们打得好激烈啊 战况确实很级绿 张和也是武艺高强 他与张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 都不分胜负 就在这时 张和回头一看 身后出现了一支神秘的军队 神秘军队 是什么神秘军队啊 这支神秘的军队 就是张飞派出的扶兵 张和受到两面夹击 力不从心败下阵来 退往瓦克关 那之后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不如我们到实际去看看 好 三国演义中写道 张和率领大军进攻浪中 被张飞击败后 退往浪中附近的瓦克关 坚守不出 此时攻守一行 张和利用地形优势 只要张飞进攻 就用木头石头从山上滚下 战况一时陷入僵局 双方僵持了五十多天 陷入了胶着的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 张飞又该怎么做呢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 三国演义中 瓦克关大战的激烈程度 杨老师将书本旅行团 带到了位于浪中市 沙溪办事处的瓦克关遗址 一探究竟 这里就是瓦克关 相传是张飞和张和大战的地方 这么矮的城墙 我两三步就翻上去了 张飞还过不去吗 你现在看到的是 瓦克关的残城部分 当年的瓦克关的城墙很高大 你是无法翻越的 那它可以从旁边绕过去 从背后去攻打呀 瓦克关依山而建 城墙很长 你是无法从旁边绕过去 从背后进攻的 张和就利用这个地形 坚守不出 张飞虽然勇猛 即使有浑身力气 也没有办法攻占瓦克关 那张飞到底该怎么办呀 张飞这时就开始喝酒了 在这个时候喝酒吗 喝酒不是误事吗 对啊 打仗还有心思喝酒 金档渠与张和相聚五十余日 禁闻饮酒 醉之后则坐于山前辱骂 磅若无人 此非贪杯 乃赚张和之计也 张和认为这是张飞老摸笔犯了 九宫不下 认为这是千载南风的大好时机 于是率领军队出关直奔张飞仗友来 张和进仗用枪一次 发现是一个稻草人 原来是一个假张飞 那真张飞去哪了呀 张和出仗回头一看 真张飞已经站在了瓦口关上 真张飞什么时候到这上面去的呀 真张飞利用张和出关攻打 张飞云葬的时候 偷袭瓦口关攻占了瓦口关 哇 他好聪明呀 张飞真是有勇有谋啊 确实是这样的 这就是真实的张飞 通过杨老师会声会色的讲解 书本旅行团了解了 张飞与张和大战的精彩过程 也认识到张飞的勇猛 不仅在于武艺超群一马当先 更在于其足智多谋 胆识过人 同学们对于猛张飞的理解 更加形象和全面了 小说三国演义中写道 刘备令关羽攻打凡城 关羽放弃了孔明连无抗曹的策略 粗暴地拒绝了孙权派来的求婚使者 造成两面作战 父辈受敌 随后关羽败走脉城 一带五圣就此陨落 玄德弃而言曰 孤帝有诗 孤岂能独生也 孤来日自提一军 去救孤帝 宣德一面差人赴浪中报之易得 一面差人汇集人马 三国演义中 刘 关 张三人既是君臣 更是结拜兄弟 所以在听闻关羽在荆州被擒的消息 刘备第一反应是 立马通知在浪中镇守的张飞 而听闻兄长扼号的张飞 会作何反应 杨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 回到了汉环侯祠 并在刘关章三兄弟的塑像前 停了下来 哇 好多桃花呀 真美 确实很美 这就是桃园三结义吧 是的 你们还记得他们三兄弟 在桃园许下的誓言吗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过桃园结义和这四言 都不是真的 听到这里同学们不禁感到疑惑 他们从小就熟知的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 怎么会是假的呢 如果这些故事不是真的 那么又为何会流传如此之广 如此深入人心呢 他们是三国戏 三个远逸虚构出来的 虽然桃园结义是虚构的 但是他们的感情却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关系亲密 形影不离 不管是三顾茅庐 还是三英战旅部 他们都一直在一起 所以当兄长关于在荆州 遇害的消息传回了浪中时 作为小弟的张飞 怒火攻心 急于为兄长报仇 二哥 二哥呀 三国演义中写道 张飞听闻兄长过世的消息后 整日戒酒消愁 醉酒加上过度悲伤 使他脾气异常暴躁 手下只要烧饭错误 就会被鞭挞 有的甚至直接打死 重刑之下人心惶惶 却说张飞自首浪州 闻之关公被东吴所害 但兮豪气血湿衣襟 诸将但已久解之 飞若醉怒气欲加 仗上仗下但有犯者 即以鞭挞之 多有鞭死者 杨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 来到张飞的塑像前 探秘张飞生死浪中的前后经过 这跪着的两人是谁呀 他们是张飞的部将范强张达 他们为什么要跪着呀 因为他们两人杀害了张飞 他俩不是张飞的部将吗 怎么会杀害张飞呢 张飞听完兄长关羽被害 报仇心切 于是下令范强张达 三日内准备白衣白甲 否则军法从事斩首示众 范强张达认为三天内 不可能准备 于是决定银而走险 利用张飞酒醉熟悉之际 偷偷潜入张飞房中 砍下了张飞的手机 一代名将就此烟消云山 张飞虽然陨落 但是他在浪中期间 尽忠职守 保静安民 保卫了一方百姓平安 而且在战场上 他永远冲锋在前 其中永无双的品质 为历代后人所称道 称目横毛赤卫兵 解令先主得全身 不知酒夜能生变 慢说英雄敌万人 从初到浪中 到降星陨落 张飞在浪中 足足驻守了七年之久 这七年间 他尽忠职守 一马当仙 永惧敌人 其中永坚毅谋略 使浪中人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当地的人们怀念他 就是怀念他中永无畏 刚毅果敢的精神品质 张飞的勇猛天下皆知 在中国历史上 他一直是以武将的身份出现 而助手一方城池 并不是单纯带兵打仗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对地方的治理 张飞能治理好浪中吗 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 跟着书本去旅行 浪洲仿谷探秘闻张飞 书本旅行团将带您共同探访 张飞显为人知的另一面